天天跟我走 你跟我走 所中行情场都连评的就是幽默 今天书就来教教你们如何提升幽默感啊 提高情商 情商就是对情趣的雷贼和控制 用好了能机智的调节人际关系 给生活增添情趣 自黑不错 但别老拿别人的缺陷开涮 夸奖对方是拐个玩儿 比如说 你好美 就不如说 我都不想看你 每次看的都自卑 哦 出人力量 一般让人觉得好像的段子 都会有个神转折 比如说 钱不是万能的 是万达的 把大家预期的话后半句改掉 幽默感就体现出来了 三 展开联想 比如女朋友无理取笑 问你 说 你为什么背着我爱别人 你无辜的回答 我不记得有背过你啊 逗笑了就避免一场硝烟 四肢累素材 平时都看看搞笑的东西 冷笑话大全 脑筋鸡嘴弯 我为喜剧狂之类的 观众一对一顿的时候微博 学学别人是怎么幽默的